不管怎麼樣大家覺得很奇怪 拜登怎麼會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撤軍 剛剛賴教授講說你留了這麼多武器 然後你自己仓皇的逃走的感覺 但是呢拜登自己不認為 他說他其實說這是一個很成功的撤退 然後他也講到說 因為我們正在跟中國嚴重的競爭 我們要處理俄羅斯帶來的挑戰 所以美國可以兩者兼具 既打擊恐怖主義 也可以應對新威脅 就是所謂的中俄新威脅 那中俄最想看到就是 我們美國在下一個十年 繼續深陷在阿富汗 這是拜登的說法 但是在美國這個PEO研究中心的民調 六成九的人認為說 美國並沒有達到在阿富汗的目標 四成二的人認為拜登 對阿富汗的情勢表現很糟糕 認為拜登表現得很好的 只有二成七 那你看拜登自信顯然 美國的民眾是不買單的 但是如果當年選舉換成川普怎麼講 川普說我做的會比較好 因為我會把阿富汗整個炸爛 然後再把武器帶走就行 這是美國人 這兩個總統你選一個 感覺都不是一個好結果 這個東西我們先從軍事上面 層面來看它這個撤軍的行動 你如果說美軍再派個三千人到五千人 把這些坦克車 汗馬車 飛機 可不可以開到美國的盟友巴基斯坦去了 那你就不會有這批所謂武器之敵 對不對 第二個就講破壞好了 有簡單的破壞 有簡易的破壞 最簡單的就是賴藥炸掉 點幾瓢炸藥就炸掉 簡單的呢 像以前我們汽車房偷 把引進蓋打開把化油圈 火星塞拿掉 你就投不走 那車子裡面的鑰匙電動電腦的平板 隨便抽掉一塊就報廢了 所以留下這麼多 我是覺得背後有問題的 第一個 他在當初美國跟塔利班在巴黎 還是哪裡談判 可能這些都留了伏筆 美國是不是真的走了 我一點都不認為他走了 你看啊 武器裝備交給你了 你幾年之內要不要補保啊 零件啊 你現在飛起來那一架很簡單 沒有破壞的黑鷹 找一個前阿富汗的軍官飛行員 飛一下就可以了 那坦克車有的 有的是投降的這個阿富汗軍 所以它可以展示 但是美國手裡捏了兩樣東西 一個你94億的外匯存底 對 還被扣住 你阿富汗的金融馬上就面臨危懼 你沒有這個儲備 你怎麼呢 銀行維持不下去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武器交給你 你只頂多一年之內 可以動用一部分 因為其他的零服料件都在我這裡 後勤補給全部都在我這裡 對 你可以從巴基斯坦那邊找到 美元的這個總職教官 或者是巴基斯坦人來幫你做 那是局部的 所以第三個 你要站在塔利班的角度來想一想 我要組織聯合政府 下面這麼多酋長國 我的命令能不能通達到每一個酋長國 什麼給女權啊 這個女性可以上課啦 可以從政啊 可以做活動啊 各個酋長國是根據宗教律法來搞的 他也不讀書的 文盲的 信的都是阿拉 他一定要貫徹他的可蘭軍的 所以這個問題阿富汗 還有一個問題 你阿富汗政府在美軍夫子下 二十年了 在他首都大的城市裡面 你還是已經不帶頭巾了 也接受西方文明了 所以為什麼有幾萬人要逃離這個 逃離這個阿富汗的跑呢 除了怕秋後算帳 他還怕將來的生活方式 根本就沒辦法在這邊生存了 人享受慣了再回到以前 那個鄉下養羊的那種 似乎他不幹的啦 但是塔利班講說 這些人是國家的工程師 建築師 銀行員 會計 我能讓他走嗎 走了以後我這個怎麼玩呢 所以塔利班也是 現在還面臨的北方聯盟在談判 你要不要跟我阿富汗成一個國家 那那個SK-2消滅不了的啦 這麼多年他們依附在一起了 他只有說有摩擦有爭鬥 但是基本教育是一樣的 而且這個是塔利班手上可以玩的兩手策略 就ISIS-K ISIS-K 對 你美國不肯把外匯還我 ISIS-K照樣給你搞恐怖活動 對不對 難民什麼都是他可以 這是塔利班手上的籌碼 美國手上的籌碼是 你還有很多受美國影響的人 還有武器裝備要我的這個臨付料件 你的外匯存體在我這邊 所以兩方面各有條件之下才有勾合的 就是兩個有合作的意向 所以我覺得 中國大陸千萬不要傻傻的就去接 對不對 你這個你去接 除了陷入爛攤子以外 你怎麼知道塔利班 跟東突厥那個什麼東西 他停止活動幾個月以後 他再搞你又怎麼樣 這就是無賴要挾的一個手段 我有人質在手 我有恐怖分子在手 我城市不足 我導彈有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局勢 我從來不相信說 留這麼多武器裝備 你不是有三千人嗎 開走就是了 或者處理掉就是了 這裡面一定有陰謀 所以我開阿富汗的局 沒那麼快解決 他是覺得內置力夠不夠 各個酋長聽不聽你的 對不對 你能不能給西方人承諾 我尊重女權 我開放女性這個工作 這個支票可能會逃 要跳票 所以阿富汗的亂局 我估計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對 不過看到阿富汗的亂局 我看到拜登是很有自信的 拜登是這個自信的老僑 這個是瘋狂的川普 他說炸爛阿富汗 他不是指炸爛美軍裝備 他是說把阿富汗整個炸得稀巴爛 讓他就是沒有辦法再作怪了 這是川普的說法 但是拜登這麼有自信 最近在路透社這邊 取得一個關鍵的對話錄音 我們看到說會不會也因此 讓這個所謂的阿富汗的總統 甘尼他誤判了情勢 他那時候其實甘尼就說 我們現在在面臨全面的入侵 包括巴基斯坦在那邊策劃 提供後勤支援塔利班 還有主要的巴基斯坦人 還組成1到1.5萬的國際恐怖分子 我這是多方真的是腹背受敵 這個拜登跟他講什麼 他說你擁有最好的軍隊 這是我們美軍給你的很棒 然後你還有35萬裝備精良的部隊 對應7到8萬的塔利班戰士 他們可以打好勝仗 但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現在美國是不是他的 所謂的威信 他的整個power被大家覺得說 好像看破手腳 因為現在歐盟的軍事 跟外交的最高領導人 他們說什麼 他說我們歐盟自己要組一個 應對其邊界衝突做出反應 建立一支5000名士兵的快速反應部隊 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我這邊請到賴教授 因為我記得歐盟之前 他們其實也組了所謂 好像1000多人的部隊 也花了一些錢 可是後來好像就是組了之後 效果不髒 因為是不是各自的利益 各自的想法也不一樣 但是他們現在又說 看到美國好像不太行了 我自己要組5000人 這個就是你一旦依賴了一個國家 因為依賴上以後 就好像吸鴉片一樣 你就很難戒掉 在特朗普時代 那也就是20幾年前了 特朗普時代跟德國當時的總理 就是克爾 也就是梅克爾的老師 因為提拔梅克爾的克爾 他們兩個感情非常好 他們很早他們就發現 不能夠依靠美國 因為他們認為 如果在國防安全上依靠美國 歐洲將不再成為一個 有影響力 有獨立 能夠處理自己安全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們要主張要成立一個 這個歐洲聯軍 就是歐盟的軍隊 但是英國是強力反對 因為英國當時是美國 在歐洲利益的代言人 那他在歐盟內 他就強力的反對 強力的反對的情形下 但是當時的密特朗 他是很堅持的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他跟克爾兩個國家 就是法國跟德國 就開始實驗組成一支歐洲軍 這支歐洲軍是五萬人 五萬人多 而且是快速反應部隊 那所謂的快速反應部隊 簡單跟觀眾朋友介紹 因為五萬人 所以你基本上有一個師 也就是五個師 一個師一萬人 有一個師就是空中運輸師 也就是說他是機動師 他負責把所有的兵員 投送到你要的任何一個地方去 那因此他們就嘗試的開始建立一個 德法聯軍 那德法聯軍原本就是說 規劃是以一個旅作為一個單位 那一個旅那也就是 例如說法國出幾個營 德國出幾個營混編 然後組成一個德法旅 後來他們又開始在實驗說 我們再把它再融合一點 所以就形成了德法營 以營為單位了 營為單位那也就是說 法國的整編制的聯 跟德國的整編制的聯 組合 例如說五個聯 成為一個營的話 那就組成為一個德法營 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裡面的兵員 都要會講德語跟法語 也就是說法軍要會講德語 德軍要會講法語 這樣的話他們的指揮 作業協調才能夠在一起 所以是聯合的營部 也就是營級的指揮官 營部的長官 是德國法軍來聯合 旅部的長官也是德國法軍來聯合 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等到這個密特朗他卸任了 後面的繼位者 他就沒有這個興趣了 德國後來科爾下來了 梅克爾上來以後 也就慢慢的沒興趣了 因為他們後來發現 他們本身如果自己要開始 履行自己的工作的話 美國他就會去撤走 美國他就會透過北約 也就是說北約直接出兵了 你得歐洲軍就不用出了 就不要出來了 這樣的一個情形 後來慢慢的 他們就養成了依賴的習慣 養成了依賴的習慣以後 這個慢慢的 我們就看到歐洲軍的聲音 就不見了 就沒有再聽到 後面的幾個總統 就不再有興趣了 所以這個部隊裡面 就慢慢的就沒有 那現在的情況是 德國 美國這次片面的決定撤軍 北約混然不知 因為北約是被告知 而不是北約參與這個決策 北約沒有辦法參與決策 是美國片面的決定 美國片面的決定 美國要撤走 那你北約流不流是你家的事 可是美國也是北約的一個成員 但是問題就在於 我美國我已經撤走了 那你北約的德國法國英國 軍隊還在 還有澳大利亞的 不是北約的 那你走還是不走 當然也要走吧 所以北約在第一時間馬上就走了 對啊 那你日本跟澳大利亞 他們不是北約的國家的軍隊 他們一看就自己也要走了 所以澳大利亞要撤走 日本也要撤走 那北約一看你美國走了 所以北約也同步就走了 走了清理下的時候 那就原本在阿富汗裡面 例如說阿富汗的北部 是北約負責的轄區 然後南部是美軍負責的轄區 美軍一撤走 北約一撤走 阿富汗就整個空了 因為日本跟澳大利亞是點綴的 澳大利亞的軍人是去那邊 殺人取樂的 但是他對於這個 對於阿富汗的防禦的功能 是不大的 因為澳大利亞的軍隊人數不多 所以他不能起戰略的作用 可是他去那邊的話就殺人 所以才會有把孩子的小孩打死 那個目前來講被軍事審判的那些澳大利亞的軍人 所以他們澳大利亞軍人在那邊的軍紀很差 然後戰鬥效能並不髒 沒有戰略作用 因為人數太少 因為澳大利亞的整個軍隊 整個國家 一個兩千多萬人跟我們台灣人差不多 可是他整個軍隊啊 在服役的 現役的 才六萬多人 總共的兵力只有六萬多人 然後他的編織是八萬多人 我們都十七萬人 然後他們才六萬多人 所以這個六萬多人 澳大利亞那個聲音很大 這很奇怪的 但是不管如何 你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他們的情況 因此我個人對歐洲 目前這個高級專員 他又說我們要組成一個歐洲軍 我不看好 因為問題就在於 歐洲有二七個國家 那以目前的立陶宛跟北歐的 波羅的海的這些國家 都是聽美國人的話 他會破壞的 他會破壞的 也就是他會去 你們歐洲要自立門戶 這不可以的 美國從中還是會炸 對 因為美國會叫他的那些小弟 就好像在亞洲就叫台灣嘛 然後在歐洲就叫立陶宛嘛 他們就去弄一弄 弄一弄以後 因為歐洲的決策 是採用一字決 共識決 他們不是多數決 他們是共識決 所以你假如有一個小國說不行 那就大國就沒得完 這個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歐洲的 所以為什麼歐盟到目前為止 在全世界不起作用 我們為什麼會看到歐洲議會 不是說那個通過要跟台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台灣的很多綠營的好興奮對不對 那我們不是要給綠營的潑冷水 是因為我們很清楚知道 沒好人 因為那個只是面子 但沒有任何理智 因為他們不起作用的 歐洲議會他們不起作用的 但是台灣人 綠營的很開心 我也沒有要跟他潑冷水 我只是說 這是就事論是理性的客觀的分析 沒好人 因為那個東西是沒有用的 歐盟是沒好 但是剛才賴就在分析說 歐盟說要組這個 五千人的士兵 我們就看看到底 後續的成果如何 不過我注意到 拜登講了這一番話 我想請教一下帥將軍 就是說到底拜登是在裝傻 還是說給他打安慰劑 還是說美國的情報系統 在那時候是真的失靈 因為他告訴甘尼說 你們一定打得 塔利班沒什麼 你們有三十幾萬 而且還有我們美軍 這話我根本不相信 根本我就不相信情報失禮 是 情報不會失禮 不會失禮 因為你在那邊二十年了 美軍很多 以平民身份混居在阿富汗 是 而且每一個地方的戰報 你都看到了 你的衛星在天上也看到了 塔利班也在進軍 跟政府軍接戰都有資料 那個東西要撤走 倉皇撤走是保密的 跟甘尼他在講 那不是提前亂掉 所以這個拜登並沒有一個 國家領袖的身份來看這個問題 他是拿一個軍事單位要突圍 要撤退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我只要美軍撤出來就好 但是他沒有估量一下 你美軍這種單獨撤軍 在國際上造成的影響 對旁邊盟國造成的影響 所以這些問題 撤退的計畫並沒有做得很完整 所以美國有很多退伍將軍在指責拜登 也指責他的國防部長跟參謀總長 軍人對撤退他有一套的SOP的 你要做些什麼事情 不是你這樣子 一晚上坐飛機就走了 沒錯 所以那你總長跟部長 難道不會跟拜登建議嗎 對啊 那我要撤的話要多少時間 對 要多少狀況 是什麼姿態撤 是假裝攻擊再來撤還是 軍事上很多例子可循的 對 所以拜登這個講話 我現在覺得他已經是焦頭爛額了 他面對記者可以說我不回答了 因為回不下去了 第二個剛剛賴教授講的這個聯軍 我看戰史看很多吧 希特勒打仗的時候 側翼是意大利軍 摩索里尼的部隊 對 還有另外一個國家是兩個 一個是摩索里尼 他從來看不起這個摩索里尼 摩索里尼的這個聯軍部隊 所以這個我們國軍裡面 搞聯合演訓的時候都有困難 軍種的差別都有困難 對 同樣的文字語言 同樣的這個 都已經有彼此之間 都有問題 門戶之間 所以你德國法國 除了會講話以外 誰負責任 因為戰場上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責任 會死人的 會打仗打輸的 或者利益分配的 連睡覺休息 都有利益上的衝突 所以組合聯軍是很困難的 你看美軍打這個波灣戰爭 得利的只是英國的部隊 其他的盟軍是點綴 所以這個 蘇聯也用過很多 他有幾十個幫聯 但他就比較聰明 他並沒有把哈薩克的軍團 你哈薩克就是騎兵隊 你就負責打哪個角落 成績斯汗何嘗不是一樣 他並沒有把所有的各部落 各酋長人融合在 在一個戰鬥單位裡面 這是不行的 所以我在戰史上沒有看過一個 你看春秋戰國 糾舉諸侯西國去打秦 哪一次打贏呢 反倒是單獨對抗的 內陷擊破 分逐次擊滅 一下就搞掉了 我沒看過這種 大型聯盟戰 那都是虛張聲勢 中國人常常講的 我要打仗 我要虛張聲勢 怎麼辦 多立金旗 明明一個部隊只有一把旗 他可以立幾十把 然後沒人打鼓 把那個羊吊起來 那個兩個蹄子在那個鼓面上 咚咚咚咚咚咚咚 然後騎兵在後面跑馬 煙城大旗 這都是虛張聲勢 所以我講歐洲這個局勢 美國這個局勢 搞這些聯軍 成功功效很少 不過剛剛將軍講到說 這是美國撤軍撤成這樣子 我突然回想到 當年其實 美軍其實也有協助的時候 台海之間在撤軍的時候 這麼多年前 他們都有撤軍的井南有序 那為什麼這一次他會弄成這樣 這一次我講 因為前面 川普已經定下撤軍的定義 拜登的競選支票又是撤軍 對不對 那這兩個裡面 他又沒有交代軍方 你好好完完整整 給我撤一個撤退計畫 他認為很容易 美國的空運能力很強 我們承認 對不對 運輸機很多 來來回回 他以前有過柏林的那個 蘇聯圍困著柏林的時候 他空頭可以維持一個都市運作 照理講應該是 所以為什麼現在國防部長被檢討 我覺得有一個觀念 我們應該要想的 就是說我撤軍跟阿富汗的政權益手 是兩件事 也就是說 原本我扶持了一個阿富汗政府 那有三四萬大軍 我現在覺得我的任務完成了 我要走了 我把這個政權完全交給阿富汗政府 那我的敵人是塔利班 跟我撤軍還沒有完成 塔利班已經攻陷首都 然後我美軍倉皇來不及完成撤軍 這是兩件事情 可是如果成為一件事的時候 它就是越南的翻版 也就是說當初美國在幫越南政府 跟北越在打仗 打到最後美軍要撤走了 但是南越政府守不住 美軍也來不及撤走 所以才會有大使館的這個接人質 然後不斷的燒機密文件的 因為對方已經攻陷首都了 然後已經攻陷 那個當時的就是現在的胡志明市 現在美國在阿富汗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也就是當我還沒有撤走了 結果首都已經被攻陷了 誤判的這個情勢 這麼快就被攻陷了 所以是誤判嗎 還是很早以前就已經發現 美軍根本守不住 所以我覺得我才會說 本來應該是兩件事的 可是它合成一件事的時候 那就是越戰的翻版 這也就是為什麼 美國在國際間的形象會低落 那大家就懷疑 你美國根本在阿富汗 就打不贏塔利班了 所以大家才會懷疑 說你美國是不是當初 早就知道你打不過塔利班 所以你要拍拍屁股要走了 那就跟越南 你已經打不過越共 所以你要拍拍屁股要走 結果你沒想到 就是說越共速度這麼快 就進入了西共 同樣的塔利班速度這麼快 就進入了喀布爾 然後你逃都來不及逃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也就是為什麼被美國 在國際間的形象低落 是因為兩件合成一件的時候 那就是越戰的翻版 美國的整個國際影響力跟形象 就低落到極點 不過我們要講說 塔利班現在拿下阿富汗之後 他鼓舞了全世界的 很多的恐怖組織 其中還包括在美國境內 居然也有恐怖組織 現在也受到了鼓舞嗎 這也有小時我們繼續來談 第二小時的前進戰略高地 一樣提醒大家 趕快的到全球大視野來收看 然後沒有按讚的 記得跳出聊天室 先往看一下 有按讚了沒 有深色黑色的 那個才叫做有按讚了 那我們剛剛 繼續剛剛的話題 有談到說 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政權之後 哇 全球的恐怖分子 現在各個躍躍欲試 包括之前有講過 什麼夜門那邊的集團分子 或是在阿富汗境內的 甚至說你看到 這剛年先前講的說 他覺得巴基斯坦 這邊也有很多的 國際恐怖分子 可是最值得關注的是 國土安全部 這是美國的國土安全部 他們在分析什麼 兩塊 第一個是說 白人至上主義者 跟國內的暴力極端組織 出現了令人憂心的趨勢 他說 你看塔利班這個活動 他們是很成功的 內戰成功 所以美國有必要內戰的人 把這個視為參考模式 他說這個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現在有這個狀況 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他們擔心說 現在有很多的阿富汗難民 那美國要收治嗎 收治之後 有一些美國白人 他們會喪失控制權跟權威 他們很擔心 所以有人擔心說 他們可能會煽動一些移民地區 一些信仰團體 重新安置到美國者 他們會有一些暴力的活動 我不知道這兩塊 一個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另外他認為說 這些可能來的主義 他們是不是又變成一個恐怖溫床 恐怖分子的溫床 在美國的本土 美國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意識形態 主導的一個國家 它並不是對外自己創造出來的 那種假的形象 因為美國的好萊塢 它製造的是一個不是真實的美國 因為美國的好萊塢 其實對於國際的影響力是很大 因為它很大的部分 都給世界傳達一個錯誤的觀念 美國好萊塢嚴格上來講 是人類間非常負面的一個群體 一個社群 為什麼 因為他們常常顛倒 歷史是非黑白 當他要攻擊俄羅斯的時候 蘇聯的時候 他就把蘇聯人描寫成為 人類間最壞的人 當他要攻擊這個德國人的時候 就把德國人描寫 因為他們都是誇大 然後把美軍在海外描寫成為 他們是世界的救世局 正義的一方 但是事實上 美軍在海外的軍紀是非常差的 他們常常屠殺無辜 是很嚴重的 但是都被好萊塢把他美化了 把他們英雄化 把他們道德化 把他們神聖化 然後把他們的行為都合理化 這是好萊塢 常常做的一種 跟事實完全顛倒 歷史是非黑白 例如說他要羞辱中國人的時候 就把中國人描寫成為 眼睛很小戴斗笠 然後鬍子流的那種 那種珊瑚的那種 然後很邪惡的那種 他們都是用這種刻板印象形象化 然後把日本人的時候 就描寫成為 那個動作這樣 微微索索這樣子 微微索索這樣子 他們就是當他們 要攻擊日本人的時候 就把日本人把它定位 攻擊中國人的時候 就把中國人定位 攻擊俄國人的時候 就把俄國人 他們永遠玩這個 然後把黑人 要攻擊非洲人的時候 就把黑人就定位 他們永遠採用這種方式 然後把歷史上的事情 都把它顛倒 價值觀顛倒 把白人塑造成為一種 好像就是 人類間最偉大的救助 那因此 越看好萊塢電影的 國家的 受好萊塢影響 越深的國家的人 他就產生了 他的國名 就產生了一種 價值觀的錯亂 例如說 亞洲人 假設台灣 台灣很多人喜歡 看好萊塢片子的以後 他的價值觀 就成為錯亂了 他就以美國人 為最美麗的 然後把自己 中國人 或是把自己的人 就認為是最醜陋的 這樣的一種 可怕的現象 好 那由於他們這樣的一種 大量的傳播力 而且他在美國的社會 大量的傳播力 他大量的傳播力 就會造成一個 非常糟糕的事情 也就是說 那些白人 他就會認為他自己 很了不起 他很優越 他的種族很優越 然後他對於 尤其再加上 美國人本身又是基督教 基督教的國家 親教徒的國家 他們本身 越是原始的基督教 就越反制 然後越排外 然後越暴力 越殘忍 他們就非常的暴力 非常的殘忍 我講是原始基督教 他們非常的暴力 他們非常的殘忍 非常的排外 而且他們是 極端主義者 這些人 他們對於 有色人種 在美國越來越多 他們就帶有 相當大的仇恨 然後當他們看到 有色人種 比他們傑出 那這個對於 他們的白人 白人的優越 來說的話 是一種嚴重的打擊 也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 輸毒的比我好 你怎麼可以 這個體育比我好 唱歌唱得比我好 運動比我好 然後 智能比我強 然後各方面 比我強 那這個是不可以 接受的事 所以他們本身 就要消滅你 要攻擊你 因此當他們看到 有色人種 在美國的社會 越來越 力量越來越多 或是人 越來越多的時候 他們就想把他們打壓 因此這些人 他們就要建立一個說 所謂的純白的社區 純白的區域 那他們通常這些社群裡面 又有宗教 有教會在那邊做支撐 或是在那邊做擬具力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美國的國土安全部 他們對美國的社會裡面的 這種白人的恐怖主義 可是他們又不敢 美國人又不敢 一個標準說 其實他們的行為 也就是極端主義 也就是白人的恐怖主義 那他們又不敢這樣界定 因為你知道美國人 歐洲人他們基本上 已經習慣雙重標準 他們已經習慣雙重標準 雙重標準的人 就是沒有是非 沒有價值 沒有道德 我再強調 雙重標準的人 就是沒有是非的能力 沒有道德能力 沒有價值能力 因為他們都是假的 他們講的道德都是假的 他們講的價值都是假的 因為如果你相信一個價值 你就會用一個標準來看待事情 但是歐美人 他們的人權是假的 因為當美國人 澳大利亞人這樣殺人的時候 歐美人是不太報導 也不太譴責 因為那是白人 他們就不太譴責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 他們習慣就是當一個偽善的人 那習慣當偽善的人 他們就不是真的善人 他們是惡人 這一群惡人 他們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 他們就形成了一股恐怖勢力 這股恐怖勢力其實是很強大的 但是它是潛藏在美國的社會裡面 那我們看到美國 你又可以擁有槍支 他們相當有可能 在一段時間 他們就會進行種族的清洗 或是進行種族的排外 因此對美國人來說的話 他們覺得這一次的塔利班 以一個非常傳統的原始的方法 可以打敗一個現代化軍隊的國家 美國 那他們為什麼也不能夠獨立 因為本來獨立就是美國人 他們本來就是獨立的國家 那你看拜登他自己講說 我可以應對兩者 新威脅 中俄我都可以威脅 那恐怖主義我也可以來處理 那現在看起來 你連本土 你的國土之內都有警告說 會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他真的 他還要繼續的 對中俄的這些所謂的新威脅 來繼續做下功夫嗎 因為恐怖主義可能就拉著他 他可能也處理不了 現在的情況恐怖主義其實在冒了 因為例如說你剛剛談到 燕門的胡塞組織 胡塞組織現在已經在攻擊 燒地阿拉伯在燕門的基地 例如說這段時間的攻擊 比以前更活躍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美軍的挫敗使這一些 遊擊部隊他們的士氣都大增了 昨天在歐洲已經發生了 SS的伊斯蘭的年輕人 他們開始在殺人的這種現象 開始在浮現了 所以我覺得在歐洲也好 在美國社會也好 SS他們的活動力 會比以前更深 這個在我們上個禮拜 已經有跟觀眾朋友在做預告 也就是說他們因為 受到這一次美國的挫敗 他們的活動力一定會要深 原因很簡單 SS它是有要建立一個國家 它要建立一個哈里發 它跟傳統的蓋達組織不一樣 傳統的蓋達組織是沒有要建立國家 沒有領土的野心 但是SS是要建立一個國家 他們是不一樣的 那以SS的情況來看的話 只要哪個地區最混亂 哪個地區的統治力最弱 他們就在那個地方發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例如說在伊拉克來講 SS會不會又重新回來 在敘利亞來說 尤其是在交戰區的話 SS會不會又重新回來 這個都是不能排除的 那一旦他們又重新回來的話 中東地區會不會又陷入更大的內戰 然後你歐洲 美國的尤其是歐洲 因為SS的成員有很大很大一部分 都是來自於法國 德國 比利時跟英國的這一些 穆斯林的第二或是第三代 這些第二或是第三代 他本身在歐洲 他接受中等到高等教育 有很多是高等教育 但是他因為在長期 他是有很多是很頂尖的學生 有醫學生 有工程 有電腦軟體的這些 有數位化的 有媒體的傳播的這些人才 他因為長期的在他們的社會 在德國 法國等 英國等這些國家被歧視 所以他沒有 他的身分的認同 他在找歸屬感 這些人有沒有可能再重新活躍 我覺得可能性是很大的 剛剛其實賴教師講說 ISK 他是要建立一個哈里巴國 所以現在他可能是一個很頭痛的點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 所以現在傳出來說 包括了這個美軍的參謀總長的 這個軍事聯席會的主席米利 他怎麼講 他說美國不排除跟塔利班合作 要打擊伊斯蘭國分支 這個呼羅三省 就是ISK 就是聯手塔利班這件事情 當然這也讓很多人在批評 就是說你們是 你現在是跟塔利班 馬上就眉來眼去合作 還是之前就已經在合作了呢 大家有在批評說 而且你情報還互相交換 讓其他人情何以看 對 大家 就是我剛剛跟賴教授講的 好萊塢很成功地說到了 白人的這個優越感 但是你要曉得 他們這種合作 你能講是現在可以達成的嗎 對不對 他永遠是拉一股打一股 打一股拉一股的 翻來覆去 因為賓拉丁不是美國培養的嗎 對啊 對不對 ISIS美國用過他們 用過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這個阿富汗軍隊 他也用過嘛 翻雲覆雨嘛 我講一個很有意義的故事 我們從小看電影 最崇拜的是第七騎兵隊 對不對 好萊塢宣傳的是 最神勇的一個騎兵隊 我到美國去啊 到那個博物館 慢慢看資料 他說一路被 那個卡士達將軍 所以是一路被印第安追殺 沿路的箭頭挖出來 所以他們扭轉歷史 那真是很糟糕 你剛剛賴教授還講了說 對外國人的歧視 他美國人本身的 白人人種也有歧視 第一等的是 安格勒薩克森 是一個新教徒的 安格勒薩克森還有分對不對 還分 還瞧不起蘇格蘭元 第二等人呢 他看不起來 看不起猶太人 你大概都不知道 他雖然最有錢 美國人看不起來 第三個看不起來 二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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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男人是做出火的 比華人稍微高一點 然後再是非洲人 然後還笑話 你看聽美國的talk show裡面 以前大部分都是 波蘭人是stupid 笨蛋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憂鬱感 我最討厭看那個電影 美國隨便一個女的 到另外一個國家 好像特別 麻雀變鳳凰 就可以公主了 這就是他對抗歐洲的blue blood 貴族團體 他的自卑感的一個顯現 所以你要說美軍 can be trust 能不能信任 我真的打很大一個問號 但他有很優秀的人才 評量一下 但是他的作為 就國家利益為藉口 很多dirty事情都做了 第三個恐怖分子最可怕的是什麼 不是長像阿拉伯人 恐怖分子裡面有白人 有歐洲人 就是社會裡面的邊緣人 他的比較 怎麼講 很激動的那種 反社會 反政府 他邊緣人 到了IS裡面去 他也去混到祖國來 回到他自己的母國來 做這些活動 很難防的了 所以說今天 你今天聯合塔利班 去打IS 對不對 那你前面敵對了20年 怎麼弄的 所以我覺得 真的 大國之間的這些行為 你要看到他內心深處的想法 而不是在行為表現上 所以我講 美國一點都沒有放棄阿富汗 只是在遙控 我剛剛講嘛 兩大資源嘛 對 金融控制嘛 對不對 你武器你拿去了 你沒零付料件 所以這個 麻煩的就是講的 你對周邊國家 塔吉克 巴基斯坦 就形成重大威脅 所以我講 他這一招 也是滿狠毒的 滿狠毒的 永遠這個 美國利益優先 美國本位主義為主 現在美國撤軍之後 他們說 好我們人不在沒關係 我們還有很多的武器 我們可以來使用嘛 就是超視距打擊 講的是什麼 就是我的無人機 插打一擊 我看到你了 然後我就把你打擊 或是我在附近的鄰國 或是在附近的海域 我部署我的 海軍的艦艇或是飛彈 我發射導彈嘛 我一樣可以精準命中 精準攻擊 真的是這麼厲害嗎 他是說 因為過去20年 這20年來我們的科技日新月異 所以你看射程遠 打擊精準度也很高嘛 那問題是這個成本 比你在那邊駐軍還是高得多 問題是你情報沒有 這種東西也是用不著的 恐怖分子很聰明 他都像幾點幾分 太空衛星會過 我真的還是帳篷裡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對抗這個 這種武器只能對付你 已經露面公開的 它可以摧毀你的基地 像以前對塔利班很難搞 它游擊隊 游擊隊穿的也沒有軍服 對不對 當然你塔利班政府成立了 它或者是IS 它已經招兵買馬成立一個單位 它這個可能有用 因為我認為美國 還會在阿富汗部見很多情報人員 情報網 情報人員還是在裡面 沒有情報人員 這種無人飛機是沒有用的 是 要不然它難道也是跟塔利班 交換情報嗎 對 那也是彼此利用嘛 對 塔利班跟IS 談不攏的時候 就是我就出賣你了 出賣你嘛 談得攏的時候 給一個假的情報嘛 你五可奈何 對 而語我詐 這個東西 對 我覺得美國如果要再用MSQ 就是那個 MQ9無人機 那個MQ9無人機 要去攻打這個阿富汗的恐怖主義 可能已經沒有那麼容易了 以前是美軍是掌控了整個阿富汗 那阿富汗是64萬平方公里 64萬平方公里很大 台灣才3萬6千 對 那麼所以它是很大的一個國家 不是我們想像中 因為它周邊都是大國 所以你才會覺得它很小 例如說它右邊就是中國大陸 北部就是這個塔奇克 烏茲別克 土庫曼 再往北就是俄羅斯 然後東部就是這個伊朗 然後南部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 那都是很大的 對 所以你才會覺得它很小 其實它很大 那你想想看以前是美軍 可以駐守在那個地方 它有人造衛星 有情報 然後有剛剛伊朗領軍一直在強調 情報很重要 然後它無人機 可是無人機的作戰半徑 這種MQ-9的無人機的作戰半徑 大概在1900公里左右 那它的滯空的時間是14到28小時 如果它再掛滿兩個油箱 就是各1000磅的油箱的話 它可以滯空在48小時 可是問題就在於 它現在從阿富汗撤軍了 它駐守哪裡 它的無人機就必須要使用 巴基斯坦的基地 對不對 用巴基斯坦的一個基地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以前塔利班它是步兵 然後基本上都是清兵器 但是如果說塔利班假設獲得防空武器 例如說從中國大陸 或是從哪些地方 它獲得防空武器就是導彈 或者是說它有電磁戰干擾的技術 它可以被捕捉到 換言之也就是說 有的時候它有可能被打下來 有的時候它可能會被捕捉到 那如果一旦被捕捉到 而這個東西落入大陸之手 或是俄羅斯之手 那美國就麻煩了 所以美國對這個武器的使用 就會謹慎很多 會很小心 因為它曾經也被伊朗捕獲到 因為伊朗後來把它模擬 創造成為讓它產生誤判 以為它回到家了 然後降落 結果被伊朗掌握到 所以你想想看這樣的一款武器 對於它來講 已經沒有辦法再使用阿富汗做基地 只能使用巴基斯坦 然後它本身距離又那麼遠 它的操作手 因為它是要三個人操作 一個駕駛手 一個電磁手 一個觀測手 三個人操作 那如果說他們在某些情境 會被誤判 或是被電磁干擾 或是被電磁掌握捕 或者是被打下來 這些機密就整個都流出來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的推斷 美國如果沒有塔利班的合作 它要在阿富汗境內 要打擊SSK 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這個也就是他們的參謀所長 聯繫會議主席 要特別講說 美軍不是要問我想要怎麼做 而是問我應該怎麼做 那也就是說 我美軍現在已經是一個 沒有價值感的美軍 也就是不是我的理念 告訴我應該要怎麼做事情 而是我應該要做什麼 應該要做什麼 那就是現實主義嘛 就是我應該跟你敵人合作 我是跟你敵人合作 我是跟你敵人合作 我應該跟背叛朋友 我就背叛朋友 那是應該嘛 那一個沒有靈魂的軍隊 算什麼軍隊 一個沒有價值感的軍隊 算什麼軍隊 所以我覺得 當我看到川普首長 聯繫會議主席講那句話說 簡直是驚呆了 為什麼 因為美軍變成一個 這麼現實的軍隊 沒有理想沒有理念 才過幾天整個翻過來 對 也就是之前20年的不共戴天之仇 一轉彎以後就說 我美國人的軍隊不是在問 我想要做什麼 而是在問我應該做什麼 而且剛才講到超市局打擊 這邊也請教賴教授 就是說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之前一直詬病 從很遠很遠的地方 去打擊目標的時候 你沒有地面辦法確認 因為你現在說 美軍撤離的話 假設這沒人 你怎麼知道你打的是誰 什麼是平民百姓 說不定不是你這個 所謂的頭號目標的人 他這次打死了 好幾個就是平民百姓 好幾個小朋友就被打死 被波及到 目前來講 他是用地獄火的一個攻擊方式 然後還有一種 我們把它稱之為忍者炸彈 他的一個忍者炸彈 目前來講 美國人不承認 他也不否認 他有做忍者炸彈 忍者炸彈 基本上來說是很殘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地獄火 他是用炸藥 用火藥去攻擊爆炸死亡 但是他常常會造成 周邊的防射 無辜百姓的大量的死亡 所以你打死一個敵人 可能打死九個或是十個 婦女或是孩子 因為無辜的人 這個是在國際間 常常被譴責 也就是說你美軍怎麼這樣 而且製造更多的仇恨 因為我本來我在這邊 好好的過日子 而且也有可能你的情報錯誤 因為那個人他不是 可能不是SSK 你的情報可能發生錯誤 第二個呢 你打死了很多人 所以操作手 很多的美國的這些飛行員 他們最後受不了了 他們要一生在看心理醫生 因為我們就看到很多 活生生的案例就是 這個是真的 也就是美國的很多的 這些駕駛員 他到最後他 他產生道德崩潰的問題 因為他眼睜睜的就看到的 那些小孩子是被他打死 他變成筷子手 然後他變成一個沒有人性的人 然後他受不了了 就是他受不了 他再去做一個沒有人性的人 莫名其妙的 把一個活生生的很可愛的孩子 就這樣子打死 原因 那所以美國人 後來又發明一種 我剛剛講的忍者炸彈 忍者炸彈 他是六個刀片 巨型的刀片 裝起來的 裝在這個炸彈上面 裝在炸彈裡面 所以當他這個 從這個 拋出去的是MQ-9 打出去的時候 他炸開的時候 是透過那個炸藥的力量 使這個刀片 就消出來 那等於是六個 血滴子的感覺 血滴子 把人斬一半 頭斬掉 身體切一半 就用切的一個方法 這個是非常殘忍的炸彈 但是美國人也敢做 可是他知道這是在 戰爭中是很違法的一個事情 所以他不敢承認 他也不敢公佈 他也不敢 可是他也不敢否認 因為有被看到 有這種用刀片 做的這種炸彈 專門消人的 把人這樣消掉了